好 剛剛講到今天的外資 賣超台股196億 但是投信買了12.7億 那官股剛剛也看到了 大買了71億 今天就是內資當靠山 雖然台股還是出現一個 拉回修正的黑K棒 但是官股今天買了不少 投信買了12.7億 所以都靠這個內資 靠官股了 那講到投信買什麼 投信買超第一名又是漢翔 這外資投信都有買 今天5988張 其他個股的部分 大概我們好像天天都看到 什麼的遠東興 台泥 中鋼 仁寶 英葉達 光寶科 這些都是投信在買超前十名當中 好像每天大概都看得到的 好 那投信賣的部分 賣超前十名 新興電子賣超 跟外資對座 新唐賣超 華通 南電 景碩 真頂 看起來ABF載板PCB族群 還是賣的比較明顯 從買賣超當中請教惠茨怎麼看 投信的態度 對 所以他態度很清楚 他就是怎樣 避減對不對 因為他買的就是都是大盤的全值股 所以就是說他如果指數的話 就是如果有正大的話 他至少不會比指數差 所以你看到買些股票的話 從這個台泥開始 就是各產業的全值股 包括中鋼也買 但你有看他買其他鋼鐵嗎 就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這很明顯 就是一個策略上的操作 他讓他的指數 他讓他基金的績效是貼近大盤 那不會比大盤差 但反過來講 他在調節就是比較有疑慮的 所以你看調節這一缸裡面的話 ABFPCB到櫃買也是 櫃買也是一大堆PCB 也是賣超的股票 所以你看這是櫃買在賣超的股票 金星PCB的 金居PCB的上游 博制是相關的設備 然後所以你看到這一關 很多也是好幾道都是 然後還有半導體也是 所以他的策略裡面 我覺得很清楚 因為現在的話你到第三季了 所以到第三季的時候 接下來營收又要公告 對不對 現在陸續要公告營收 那所以大家對於那些產能利用率 可能有下來的 會有跌價疑慮的 大家會擔心說 萬一你營收出來的時候 如果不如預期 再算一下 萬一數字又掉下來 比較多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的話 他就測這些屬於比較有疑慮的產業 然後往這個比較安全型的股票走 我覺得這是投信的策略 好 但是投信策略現在可以跟嗎 可以做嗎 跟他買那些高股息的那些個股 有空間嗎 但是他賣的是不是真的 你就不要亂撿 對我覺得短線上來說的話 籌碼就有可能會鬆動 因為的話像ABF其實是 我覺得他們是算是今年比較晚跌的族群 因為之前大家覺得那裡是最沒有疑慮的 所以大部分資金都擠在那裡 所以的話大家覺得手機有疑慮PC有疑慮 ABF也沒疑慮沒有嘛 所以當時是資金最多的地方 但反過來講 這個時候他就會需要消化籌碼 所以我覺得短線上來看的話 短線上應該要先等他們自己拉回打完底再說 所以我覺得時間上來說應該先不用急 好所以還會有一個時間上的消化壓力 這是賣超的部分要特別看 不管他在上市的賣超 在櫃買的賣超好像也鎖定這一塊 ABF載板或PCB族群的比較多 但是我們剛剛也講到了官股今天大買了七十幾億 如果看起來在國安基金互盤以來 這十四天漲了一千零三十一點 外資主要賣超四百億 投信買了一百九十五億 官股買了一百零二億 不曉得有沒有把今天的加上去 今天是七十幾億了 那資券同增 融券增加了六萬多張 特別講到的是台股 是不是最近在演所謂的軋空手 甚至有右空軋空的格局 立刻請惠慈上來告訴大家 有人說台股現在正在走雙軋行情 有沒有 看看卷資比比較高的個股 今天就算台股跌了兩三百點 這些還在漲 百岩金橋聲達科 我們看很強的 華遜微盛分盤交易的 都還可以維持上漲 陽明光穩帽廣基 另外也有鋼鐵股中鴻 劍達位數劍達都被這個列注意股票了 今天稍有拉回 但是都是卷資比高的個股 還有金像電世界先進 但是也有弱的像敦泰 這種弱股 但強股的部分有安吉 月豐等等 好怎麼看 有人說現在台股真的在演雙軋行情 有什麼雙軋 什麼叫做雙軋空 到底是軋什麼 好所以我們先來看看雙軋軋什麼 第一個來講的話軋空單 那空單有哪種空單呢 一個是融券的空單 另外一個是借券的空單 因為這兩個你都跟人家借來的嘛 是不是借來的話有借幣有還 就是所以你早晚就是要還 所以他就借用這個力道 去嘎這個空單 那另外一種的話是嘎空手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先來看嘎空單來說 嘎空單的話呢 就是你看他不順眼 覺得他基本上應該要跌 結果股價不跌反漲 那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融券就會開始面臨虧損 好那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融券開始面臨虧損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的嘎空力道怎麼來 就是說融券讓利虧損的時候 我們看到卷資比 卷資比是不是融券去除以融資 是不是那融券除以融資 你是不是要有融資的來源 對這個時候 如果你的融資開始一路的減少 你的卷資比就會往上面伸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來講的話呢 你卷資比開始拉高了之後 那麼就有一種情況是什麼 他的股價會怎樣 借利實力越來越強 甚至於是怎樣 可能會標借 資減卷增股就會衝 對 資減卷增的話呢 第一個來講的話 你卷資比就提高了 對不對 那資增卷增的話是怎樣 人氣所在 人氣最強的地方 那這兩個地方 他都很可能怎樣 他就會股價會非常的強勢 那股價強勢的時候 卷資比開始往上的話 你會面臨兩個問題 一個的話呢 就是你常常會遇到強制回復 有借有還 就偏偏給你定個時間 非還不可 這個時候你看他後面再擦 覺得他後面就算會腰斬 但是你明天就是得補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就嘎上去 所以這是第一個 強制回復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太高的時候 他就給你標借 什麼叫標借 就是說我這個券 融券來源從融資來的 我融資減太多了 減太多 結果券商那邊的時候 發現說我券員不夠了 我借過頭了 借過頭了 我就得不要借 他打電話給凱銘說 這個你手上有陽明光嗎 我現在要不要借 對不對 一天多少錢 對不對 你借不借 你借給我這個錢 誰來付 放空的人來付 所以放空就很衰 他可能是一方面被尬 一方面還要付錢 是不是 你不付又不行 是 所以他有兩個壓力 所以的話呢 這個其實在多頭市場的時候 很容易會被拿來操作 因為的話空單有一點 這個要講一下 在軋空的時候 空單的心理壓力很大 為什麼心理壓力很大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做多買股票 你股票再怎麼賠 給你賠到零 你就是賠這麼多 對不對 但是空單不一樣 沒有上限的 是不是 他今天的話 你空五十塊 他給你找到一百 有可能 哪一天兩百 也不是沒有機會 是不是 如果突然發生什麼大事情 他沒有上限 他是無限大的 所以空單的心理壓力很大 而且還有一點很特別的是什麼 我們股票在跌的時候 有沒有 你賠錢的時候 你一百萬買的股票 第一天跌停板賠多少錢 十萬塊 對 第二天賠多少錢 九萬塊 第三天賠多少錢 八萬塊 你越賠越少 對不對 空軍剛好相反 你第一天的時候 一百萬空上去 第一根漲你賠十萬 第二根漲你賠十一萬 第三根漲你賠十二萬 你越賠越大 而且你的部位是越來越大 所以那個壓力其實是非常大 被軋空那個空單壓力就很大 那個跟套勞完全不一樣 套勞的壓力是遠低於軋空被軋的壓力 所以的話呢 這個市場就會利用這個心態 你就是撐不過去 我賭你撐不過去 我賭你會認輸 所以才說最近很多個股會嘎嘎叫 嘎的嘎嘎叫 地支叫的 對我就是呢 看到你這個 我今天空一百萬 結果他漲三成 變成空一百三十萬 再早上去變一百五十萬 部位越來越大 而且賠得越來越多 所以這就是什麼呢 這個空軍空單操作 其實是一門蠻大的學問 不是非常的簡單 然後呢 那這個是屬於嘎空單 嘎空單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嘎空手 嘎空手是什麼 沒有想到這個時候落底了 對不對 本來應該是下一季才要落底 結果居然指數就落底了 然後個股低點也不來了 對我現在是投信經理人 我該買的股票都沒買 怎麼辦 急著買趕快進場 我想說他現在五十塊 我想要等他四十五塊再買 偏偏他漲到五十二塊 五十二塊我想五十塊再買 他又漲到五十五塊 這就是什麼嘎空手 是不是嘎空手 嘎哪些空手 第一個還沒有買的散戶 這個大概後面 他們可能還會等一下 還沒有買的法人 對還有還沒有買的大戶 是對不對 大戶也會想 我錢放在銀行裡就沒力氣 現在還稍微好一點 對 但是還是一樣少 是不是 所以的話呢 還來不及進場 所以那個時候在起漲的時候 通常融資都很低 持股不足 這種情況之下 變成說 如果這個趨勢是對的趨勢 也就是說那個產業是對的 那到最後就會變成怎樣 就認了 法人就認了 我本來想要買一個這個 我本來想要買個一百張的 我就認了 我先買二十張再說 要不然的話怎樣 我沒有部位 對不對 到時候我操作這個的節奏 全部會亂掉 所以這就是嘎空單 跟嘎空手 雙嘎空 雙嘎行情的出現 現在台股是不是有這種條件 我覺得有一些嘎空 有一些嘎空手 剛剛有 在某一些產業裡面 有一點那個現象 但力道還沒有那麼強 但是個股在前一陣子的話 有非常強的 這個嘎空單的概念 嘎空單 那你就先講 我們來看看 現在正熱的 行情正在很熱的嘎空 行情噴出的說 不要打地頭蛇 像你說這些個股衝高 你這時候還空啊 你就會被嘎的嘎嘎叫 那這裡面的話 雙嘎的話 我們要強調一下 就剛剛講一個是空單 一個是空手 所以這裡面是 你第一個 你手上有空單 這裡有個有嘎空單的可能 再來還有一個是什麼 你產業上面有機會 所以的話呢 不小心也可能人家要回補持股 所以嘎空手也有機會 所以這類型的股票來講的話 你看第一個像是這個旗虹 那旗虹的話呢 先說第一個來講的話 如果你看後面折疊機要上來 萬一指數真的落底了 萬一電子股開始漲了 萬一折疊機後面開始出貨 提材要發酵 把人要買就沒擠檔 他就沒擠檔嘛 所以到時候的話呢 他就有什麼 他就可能會有回補的壓力 因為我沒有擠檔股票可以買嘛 講起來就那幾個而已嘛 是不是 他的子公司你又不能買 因為他在新櫃嘛 所以也沒有辦法 所以就是旗虹 所以他就是有機會 嘎空手對不對 那嘎空單的部分也是 因為他現在的卷值比也高 哇 這一檔你看 七十九漲到一百一十九 所以你把這個投信的進出放下面 你把投信的進出放下來 你看 其實他已經開始補了 因為已經發現說 如果我真的電子要買 那我就選一些趨勢上面 比較有機會的 那就先買一些股票 所以這是旗虹的部分 另外震華電這個也很強 對 震華電的話 你看基本上的話就是IPC 那工業電腦這邊的話 缺料改善等等之類的 這些所以的話 你看我們看他的線型 你看他線型來說的話 那麼也是一樣 我們把投信放在下面 今天創新高 對 你看他也是一樣 就開始補了 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嘎到空手了 因為IPC股票大家都上去 那個廣基也是創新高 是不是 那創新高的話 我如果我不想去幫別人 抬交廣基的話 那怎麼辦 我就進來找另外一個IPC 那個IPC的股票 對不對 所以的話呢 他這檔股票也是一樣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 我覺得沿著五十線漲 那這裡也是一個支撐 所以操作上的話 就是拉回的話 可以去留意 但是的話 我覺得他的這個價位的滿足點的話 大概是用平價來看 所以我們回到刺卡來看 目前大家預估的話呢 就是說大概是在他的這個 一百八十塊左右 就是八倍的這個PE左右 用本益比的數字去算 對 因為他大概今年 可能十塊錢左右 或接近十塊錢 所以如果以產業角度來看的話 大概差不多十八倍本益比 會是一個滿足點 所以滿足壓力點放在一八零 但現在還好一五三 對 還有空間 用本益比的角度去看他的壓力 好 像這樣各股創高 就是看壓力 對 胡連 對 那胡連的話呢 這個基本上支撐 就是在越線附近 那這是屬於這個汽車的部分 所以汽車部分也一樣 就是以今年的獲利來看的話 大概預估是九塊錢 那汽車的話呢 那我覺得大概二十倍左右 二十倍左右的話 應該也就是一個滿足點 所以短線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的支撐 其實也是守著 對 月線 對 月線這邊也是一個支撐 那滿足點的話 就剛剛講的 我會從這個產業的本益比去看 大概就先設在一百八附近 是一個滿足點 好 他的本益比是二十 對 一百八十塊來算的話 是壓力 對 那現在看起來是一百五十四塊 這兩檔差不多的價格 對 一個是工業電腦 一個是車用相關概念 對 旅遊股 旅遊股的話 我覺得升幅也有一點可能 雖然說他不一定是馬上 但是你如果一旦要解封 其實你就沒有很多檔 所以他可能就還是會補部位 會讓人家去回補部位 因為大家現在手上沒有持股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支撐大概就五十七塊 那壓力的話 在七十五塊附近 這是前高附近 好 來看一下 這樣的個股 最近是一個這個橫盤整理了 所以他事實上 他這裡是有上來 這裡是留兩個缺口 那這個缺口是先補了 那這裡的話 就是旗漲這邊 這個旗漲K線這附近 應該就是一個支撐區了 好 支撐區我們來看 如果以月線來看的話 大概七十五十七塊附近 對 五十七塊附近 是他缺口的位置 缺口的位置 好 要留意這五十七塊 今天是六十塊 易德 易德的話也是 這個也是就是說 他是屬於生計裡面 比較便宜的股票 因為生計的話都幾百 常常都幾百 對不對 那你如果是很便宜 那五十一下 然後又有一點夢的 就沒有很多 所以基本上的話 他的卷資比也高 所以我們看他 因為這個大陸藥陣 臺灣的藥陣 還有明年是美國藥陣 所以我們看一下 他K線 所以K線來說的話 一樣 這個其實就僅限附近 那還有一個時日線在這邊 所以這個是拉回支撐這裡 這個地方是短線的支撐 三十二塊附近 對對對 然後上去的話呢 我是覺得整數 大概會有個關卡 四十五十代 都各式是一個關卡 所以往上看壓力四十 對看整數關卡來看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加登 那加登的話呢 你看到的話呢 最近也是法人開始在買 所以就是說 有些人就是買這個趨勢 因為美中 就是美國軍都要設廠 對美國又去制裁大陸 那制裁大陸的時候 那反正你有些東西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跟其他人拿 所以的話就轉單的想像題材 所以的話呢 兩百三十塊這邊是支撐 好我們看一下股價位置點 最近也是這樣 V轉上來 所以基本上的話 就沿著實現操作 所以的話的支撐 大概就是在這邊 那壓力的話 我覺得這個前高這裡 大概會有一些壓力 這是加登 這屬於強股 嘎空的 網上嘎的 這些都是雙嘎題材 可能其實還有嘎空手 要嘎空手在加碼 尤其投信最近有些 忍不住進來的 開始捕獲的 好但是呢 要小心有嘎空 也有可能會被嘎爆頭 那放空之後呢 現在哇 開始一路追 結果可能會被殺多的 也有可能出現了 對對對 因為有些最近嘎很兇 那嘎很兇的話 通常在一開始起漲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最利到最好的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時候市場還不是很認同 那時候的空單就一直放 一直放到最好嘎 對不對 然後但是他飆起來之後 這個時候就要注意一些什麼 注意轉折點 是就是說呢 因為你再什麼拉都 將來有一天會出 對不對 那所以的話呢 你會不會出或到什麼點 這個就要各個因素來配合了 所以的話來看看的話 有一些股票的話 我覺得幾種現象 那就是短線上 有可能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不要看卷字比高就跳下去 不是每個卷字比高都會嘎 再來的話嘎到某個程度的話 他也可能會就停止 就要回 有可能也會回 所以幾種情況 就第一個的話 股價在高檔 已經嘎到天上了 對 但是資減 卷減 資減 卷減 人氣退掉了 對不對 人氣開始退潮了 對 人氣退潮了之後的話 主力就不想拉了 對不對 因為沒有人要玩了 我自己玩沒什麼好玩 另外一種就是怎樣 資增 卷減更糟糕 對不對 因為這個卷字比就掉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的話呢 這是第一種可能 當然通常都是股價在高檔 這樣就熄火了 好 另外短線貼臺進尾聲 基本面可能有拖累 那我們現在看指標股 今天這些還算有強 金橋很強 只有這個金利科 敦泰比較弱了 其他這三檔都還強 這三檔強的已經快不行了嗎 我們這樣看 比方說金橋 你去查一下那個籌碼 你要查那個籌碼 你就發現最近 大概都集中在三家卷商 都大單 非常大 都是幾千張 幾千張 最近這幾天都是這樣 但是他最近幹嘛 分盤交易 那分盤交易跟大家講的重點就是 如果你手上有好幾千張 你分盤交易好不好出 不好出 很難出啦 就熄火了 很難出啦 不是 那個時候會怎樣 你不然的話就是怎樣 你就要撐在那裡 你知道嗎 因為你出不了 是不是 你五分鐘一盤 要怎麼出 是不是 你很難出嘛 你看下面才幾張 我現在倒一百張 就直接到這個價了 我倒兩百張就掉破這個價了 所以他基本上 如果你在某個這個高檔的時候 有一種可能就是 他如果分盤交易的時候 他會撐在那邊 他不會動 但是解禁的時候 那一天就要特別注意 解禁那一天的話 就好出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基本上是 第一個是很高檔 對不對 然後再來 我們回來看這個這個這個 字卡 再來回到字卡的話 他其實這個數字 你好像很難 讓他再去噴一大段 業績不好 對 數字又沒有這麼漂亮 好 那分盤就會到八月八號 是 所以的話就快到尾巴 所以我覺得這個八月九號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下 小心 這個就是已經嘎到天上 但是可能快熄火了 神准宏達電量 宏達電好了 宏達電也是 但是這次的人氣指標 嘎空的題材 對 因為任務實在沒錯 但是呢 通常最好做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題材來之前 對 題材來之前就是說呢 因為你在八月中的時候 是元宇宙大會 所以的話 你大概到八月快要中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下量家 是 題材快到了 對 因為因為他的數字 還是 因為你這題材到 那個時候大家就聽得差不多了 但是呢 你又沒有更勁爆的東西出來 譬如說營收大好之類的 你又不見得接得出來 那個時候就可能會熄火 然後所以的話 這次都有些關聯 好像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八月五號要回報 就過幾天 就快回補了嘛 那你卷補完的時候會怎樣 可能就會稍微休息一下 就熄火啦 不是不好 這基本上還是好股票 但是就是短線上的話 你就不用很期待嘎空密道 好 這是我們看到 金橋 神准跟宏達電 先請這個惠次回座 待會呢 還同樣講到這兩檔 一個是金利科 一個是敦泰 這兩檔的話 最近反而呢 要注意到這有嘎空 但是現在是不是出現熄火 尤其是今天反而在大盤 大跌當中 只有幾檔個股 大概兩三檔個股跌停板 其中有一檔是金利科 跌得是頗重的 為什麼突然拉回 突然熄火呢 待會請教惠次 待會回來現場 一樣講到 說到元宇宙大會 的確是最近的這個 宏達電家族 相關軋空題材的一個條件 但是今天卻傳出 這個世界大會鬧雙包 到底怎麼回事 另外如果除了光學 除了這種 宏達電家族的個股之外 有沒有哪些元宇宙概念股 我們肉看到的發光股 待會告訴你